他骂我狗屎 但是我觉得他这里应该不是真的在骂我吧 他可能也是一种开心的心情吧 我来异世界了 社长 你去哪了 坏了 这下真来异世界了 恐怖故事了 傻呀 可能就跟平常不太一样 大家三个人大家好 我是胡尔大 我们在玩游戏的是 《洛伯凤魔和爱过》 这是一个和四个逆天 男角色谈恋爱的那么一个游戏 然后我们已经更新到棉花糖县了 也是这个游戏的最后一条线路 那么视频看上去喜欢上去 喜欢可以点赞 最后平常真的很赞 那拜托各位了 咱们开始游戏吧 这次我们叫胡佐四小姐 这是用正常的我吧 还是用直播模式 健康到底 因为是最后一条线路 所以我们会比上期的节奏 尽量更加的快一点 我是这个月转来私立 学院读书的胡佐四小姐 今年17岁 开始我们这个新的周末 一开始我记得是在校园中庭 就会遇到棉花糖 来 这次可以好好看他的剧情了 我记得他主频骂我来着 我想要好好看看蓝天和花草 还有数位的喧嚣 来到这个新校园感觉很不错 突然感觉草丛旁边有声音 觉得是不是黄鼠狼 结果我们的棉花糖出来了 这类剧情 他好像是丢了什么东西来着 你跟他搭话 你怎么了 拍拍他的肩膀 他对周围环境持续要命 所以我拍拍他的肩膀 你在找什么 他在找脚 什么脚 他有一只没穿鞋子 他在找他的鞋子 那我要帮你找鞋子吗 我带着隐形眼镜 视力有6.3的 这就很多鱼 我想起我的好像之前也吐槽过这个 他让我舔他的鞋子 一开始就跟我玩SM是吧 总之 我是糊涂四小姐 我今天刚转学过来读书 在这个高尔博里边 其实多关照 他又骂我 好 这边都跳过吧 我都是看过的 第一天是每个角色应该都介绍一遍 我一听这句调 我们在喝鰻鱼奶啊 不知道除了祖博 还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朋友呢 第一天我们逛完学校之后 还会第二次遇到这个棉花堂啊 他想喝我的鰻鱼奶 我记得这里的剧情应该是 愿不愿意当我的朋友啊 他想喝 给他 很馋啊 还是那个味道啊 他一定会骂我 你原来说他这么流畅的吗 然后他仔仔细细的把纸和包装压平环 给网上走掉了 挺讲究 想让这个孩子当我的朋友 大家很困难吧 确实 我都不知道这条线路有怎么展开 第二天 校园中庭的话 应该都是棉花堂的线路啊 去校园中庭吃饭肯定是没错的 能在这样的地方吃午饭 也算是土豪学校的特权吧 包裹在微风里吃午饭 可能像野餐一样舒服 好期待的 棉花堂出来了 干嘛 你要骂我吗 你是之前抢走我曼鱼奶的 又见面了呀 你像抢我吃的呀 他指着我的便当盒 难道他没有带饭吗 怎么办 我们先不理他看看啊 这里没你吃的东西 我要做做没看见 他什么反应 让我不知所措 他就走掉了呀 啊 就 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那给他一点吃的 我给他一个饭团啊 只见这个少年呢 开始啾啾的在这吃这个米 他好像一个吃货 他总会流口水 你不要吃了我的饭团 他说这种话呀大哥 一切有声吃人的血汗和眼泪呗 这听起来很恐怖啊 就感觉我为你的这个东西好像有问题一样 这是白烟饭团吗 当然会有点闲了 哦只是有点闲呐 是我小姐搭做了 那你的午饭呢 你是冒险带过来了吗 你又不能正常跟我交流吗 抱抱歉 我是不是不该提这件事的 我们好卑微啊 难得他主动搭话了 为了这张朋友 我来找个他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吧 先看一下社团活动吧 你加了什么社团啊 或者是打算加什么社团啊 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样的学校 所以不太清楚 社团到底有哪些 我想进一个这种航母级学校独有的社团 你有什么建议啊 被骂了 他这个眼神很蔑视我 然后他就这么走掉了呀 社团活动的话题是不是踩到他的雷了 无论如何 想跟性格别扭的孩子错好关系 看来真是不轻松啊 就结束了 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有班级 但知道他的话比昨天多了一点 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心非敞开了一些呢 哪有 不是骂的话更多了一点了吗 应该是火气更大了吧 最有点失误 昨天的鳗鱼奶也是 你是不是很喜欢鲜味的东西啊 其实我的口味也挺重的 从小爱吃的都是下酒菜那些的 我们听起来很像这什么中年大叔 你最爱吃什么食物呢 刚死了鲑鱼 别人选鲑鱼啊 这肉质很非美啊 的确很美味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鲑鱼应该是趁年轻的时候 拼命吃的食物前几名啊 没到吗 眼球 鱼眼睛吗 你爱吃鱼眼珠啊 好特别啊 不过可食用部分比较少的话 反而有种吃高级餐点的感觉会很兴奋呢 其实在我老家好像有吃那种咸菜来的 都是鱼眼睛 然后是腌菜的那种啊 其实很下饭来着 我告诉大家没有吃过 还说吃鱼眼是不是补眼睛来着 那个时候不都弄不说吗 吃什么补什么 然后这个少年就站了起来 啊 这舞序时间就已经结束了 下次见了 哎 这次的聊天还挺好的 没有骂我啊 好吧 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刚才说 哎呀 这回这个选项没骂我了 不过还行 骂的不是那么狠 这边的这个话都一样啊 就往下走 哎 漫头大赛 漫头大赛我能去找饼花糖吗 那个不知名的少年 哎 可以啊 能找他 喂 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他说 你怎么没有穿运动服啊 你是请假了吗 你不用上场吗 别刀逼一个没完 听着恶心 这本地话翻译骂的还挺狠啊 会不会有 真的有受众 就觉得他骂的 哎呀 他骂的好爽 多骂一点的那种 我不知道兄弟姐妹们你们会不会啊 但我觉得会啊 我觉得你们肯定有人会这样 这个可能就跟XP有关了 对对不起 不过只要你陪我一小会就好了 我现在没事做啊 我觉得我不会打完这条线最后我也喜欢他骂我了吧 那我会不会也被扭曲了什么不太好啊 投胎十次也不想参加这么恨呢 想帮不他要怎么做 跟大家一起很开心的我们一起溜号吧 先溜号来 那你跟我一起偷偷溜出去 咱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吃好吃的好不好啊 不参加比赛了 哦 就拽他了手就走了 很浪漫啊 那种感觉啊 带他出去玩了 看起来很吃惊啊 但并没有嫌弃我啊 挥开我的手 我总觉得他的手呢 格外的冰凉 平时呢 从没见过他和别人在家 多半他不喜欢跟别人相处 其实还是有点寂寞的吧 是这样的设定吗 对了 小卖部的自动售货机最近上新了 是硬头鱼味的薯片 怎么样 想吃吗 硬头鱼是什么 他骂我狗屎 但是我觉得他这里应该不是真的在骂我吧 他可能是 也是一种开心的心情吧 他只是会说脏话而已 骂人不代表他真的可能恨我 或者是讨厌我 可能也是一种喜欢呢 我只能这么理解了 于是我和他去了 空无一人的小卖部买了零食吃 他吃东西的样子就很乖 很可爱 我感觉和梅花糖这个相对 应该就是一直在吃吃吃 就能增加他的好感了 这个感觉不像在骂我 像傲娇了 我想这个孩子恐怕是因为交不到朋友 才靠着贬低他人来保护自己的心吧 所以就说就是这种设定吗 骂人并不是真的想骂 会不会也有可能是我自我POA 对我想的太多了呢 总之 如果我能想办法融化他心上的尖兵 只要肯花时间慢慢来 一定可以和他好好相处的 虽然他每次开口呢 说出来的话都比双小水还有刺耳 双小水怪你耳朵里是吧 但看着他娇小可爱的身影啊 我们明明觉得 最后一天能跟他交心的 虽然毫无根据懒 试试嘛 试试无妨 这场曼头大赛就在这样奇妙的心境里啊 落下了眉目 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选项啊 存档啊 我们回来选 跟大家一起很开心 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看看 来啊参加啊 你也来嘛 来跟我一起去丢卖鱼好不好嘛 好不好嘛 好嘛 妈 哈哈哈哈 明显对面没有反应啊 而且用了很面识的眼神在看着你 明显要下一句就要骂人了 他呕了 哈哈哈哈 他吐了 走了 哈哈哈哈 扭头就走啊呗 看来手动肥鹰真的有点嗲 我怎么没看到这句话 如此热呗 骂长大赛就结束了 所以说刚才那个是正确的选项 我们回去读那个选项 看到学长了 我们今天跳过了 我们继续往下推剧情 继续找棉花糖 现在是五月份了 我们今天要去第一申请书了 拆拆社团 那一定是灵异社啊 遇到了棉花糖 你是不知道名字的那位啊 告诉我们 如果不去灵异社就会死 其实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还不清楚 好吧我去 我去 别再踏足 踏足哪里呢 可是为什么 不知道名字的你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呢 又用这种蔑视的眼神 看着我 告诉了我 他的名字啊 田村 棉花糖 他走了 好 那么往下推 今天去参加林营社了 好去林营社啊 这边来打个招呼 我这边都跳过了 刚才跳过的剧情 有棉花糖出现啊 那其实在之前线路里 这个对话 我们都是有录到的啊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 所以没有关系的 就往下走 我们现在是在走廊里 看到了 荒川老师的背影啊 有选项啊 我们干嘛去啊 我觉得可以去社团 去社团的话 就是棉花糖的线路 就我们在之前的线路 也验证过了嘛 社团一定会有棉花糖的 难得进了林营社啊 我们就去参加活动啊 蔓鱼哥在这儿呢 我觉得蔓鱼哥是这个 全座里最正常的角色了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 甚至我看久了 我真的觉得他有点帅的 你看他说话也很正常 就很舒服啊 看他在交流 去调查七大不可思议之一 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是看过的 我们去调查这个四楼的女学生嘛 就是有鬼的 然后来这边调查 说是到傍晚时分 这一代会出现一个 没有脚的女学生 然后我们就在角落里躲起来啊 观察一下 但我记得这里主角是睡着了 诶 我怎么睡着了 脚步声是谁来了吗 啊 是棉花糖 啊 棉花糖同学 你怎么报这儿来了 我在调查七大不可思议 啊对对哦 躲在这种地方会被当成歹人的 我参加了灵异研究社嘛 所以我在调查七大不可思议的第一条 听说这里能看到幽灵 所以我在埋伏啊 都这个点了是是该回家了 嗯 结果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所以棉花糖认识这个女鬼是吧 她吗 难道你认识那个幽灵 这边剧情我们也看过了啊 看过了 感觉好怪好奇妙啊 好像哪里不最近啊 这个先不提 今天先回家好了 放学的时候遇到了棉花糖同学 跟他打个招呼啊 喂 棉花糖 同学 你怎么不让我叫棉花糖 你都告诉我你叫棉花糖了 为什么不让我叫 对不起 不不是 我是想问啊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 这就恶心了吧 明明很友好的啊 我就向你提出申请 别那么说嘛 来嘛来嘛 回家的路上 咱们买点这个熏鸡汽水喝怎么样 用美食来诱惑他 哎呀美食可真好食啊 既然决定了 咱们就马上走起吧 哎呀很开心 你看他很开心啊 咕嘟咕嘟 他在笑什么 他在笑什么 他笑了我也想笑 不是你喝了就喝了喝了 很开心我知道了 但这个味道我无法描述啊 什么鸡肉的味道吗 这是壮汉协方鸡的味道啊 那不也挺咸的吗 汉味吗 说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棉花糖的这个生忧啊 据说是作者本人 这是好喝的意思吗 不过确实闻起来香香的 挺好喝的 壮汉的协方鸡吗 香香的 挺好喝的 怎么了 下雨了 那我没有带伞怎么办 你骂我干什么 你没有伞 看你这样多骂的 你也没有带伞 那这雨还挺大的 咱们去躲雨怎么样 这是公交车站吧 我在这躲雨 来这边可以躲 在这休息一下好了 他好生气啊 这个才真正的在骂人好不好 他应该是骂这个天气 可能是下雨把他的衣服整脏了 你在骂什么呢 哇 青蛙怎么抓到你的衣服里了 这怎么办 原来骂的是青蛙 别动 我帮你抓出来 你把上衣脱一下 这你绝对骂的是我们吧 我们脱他衣服 就像这么说 你手上还是乖乖在脱啊 看起来真的觉得很恶心啊 应该说的还是青蛙啊 说的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绝对不是我们啊 我们只是在帮忙而已 好你个青蛙 你给我老实点啊 你再乱动多危险啊 坏了摔倒了 就给扑在地上了吗 啊好动好动对不起 我马上起来 他又把衣服给穿上了 就连骂都不骂我了 不好意思把你推倒了 你的脑袋还有后背 你没有磕到吧 我不是发情 我是手滑 不是我是脚滑 我没有 我不是 我很冤枉 他笑了 他为什么要笑 那我会死啊 是我看错了吗 他刚才真的是在笑 你没有看错 主角 你在闻什么 等等我苗堂同学 看来是雨停了 就这样 我与苗堂同学之间的奇妙时光 也随着雨停而宣告结束 为什么奇妙时光会那么毒 是因为我想起来那个米奇妙妙舞 嗨 我去闷 往下推 又要想要约一个人在暑假做一些事情啊 找苗堂啊 苗堂同学 你愿不愿意暑假跟我一起去逛逛附近的庆典呢 我就算了 对不起 但是你去吗 我明白了 你可能不太喜欢去人都的地方 可是我很想跟苗堂同学一起留下夏日的回忆啊 求求你了 不管是 使出了美食诱惑这个这个鸡毛啊 我通通都买给你吃 你想吃啥都买 骂的好多呀 我觉得他其实是开心的吧 因为给他买这么多吃的 啊 什么 啊 你真舔啊 你怎么一边舔 啊 啊 啊 我堵不了 堵不了一点 好 这下我可期待暑假了 你先把你舌头擦一擦 真舔啊 今天剧色团啊 上完课了 剧色团 哦 怎么办一割吗 各位 哦 我来了 学长好学长好 鳗鱼哥太好了 他请我吃糖 哇 谢谢社长 哦 因为这要调查第二个不可思议了 好 镜子怎么了 镜子 我还在吃 传闻是什么来着 一世界的门 不是这种传闻是怎么出来的呢 真的有人说,哎呀,我记得那个镜子是一时期,然后我从这回来了,会有人这么传出来了吗? 真有人信啊! 啊,是这样吃? 有人失踪了? 嗯,我还认识吃,这糖有多少啊? 如果这个传门可以粘长,那不是大树不妙的吗? 那没有人手是吧,为什么你们不亲自去呢? 我来了就我去了 对啊,那你去啊 呃,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了,那你怎么刚才还之前派我一个人去调查那个四楼女学生那个事啊? 那这次不能让我一个人了吧 有缺说实,什么叫有缺说实,不是有一说一吧应该是 所以我们两个是结伴的,好的 就是这里吗? 这个镜子比我想象中的普通啊 他以为上面会有什么手掌印啥的,看了实乎有点脱力啊 原来如此 你看我摸了也没什么反应,就是有点冰冰的而已啊 对吧社长 我来一世界了 社长 你去哪儿了 社长 坏了,这下真来一世界了,恐怖故事了 怎么办 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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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得找到回去的地方 我要回去 回,回什么 什么地方 啊 啊 这个人我认识吧 是喜亚鳩 是社长 社长 不对劲 社长又是什么来着 社长又是什么来着 所有的词汇,你都忘了,是吧 虽然不懂,我得追上去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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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我来 谁 哦 米花糖出来了 怎么跟透明人一样 你是谁 来着 哎 给你 你把这 哈哈哈哈 生汁 哈哈哈哈 打 给我打醒了是吧 哈哈 很有趣啊 好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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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要 啊 啊 我在干什么来着啊 打醒了 这位是彻底清醒了 呃 说实话 他这里应该是真的生气在骂我吧 因为可能我们真是闯入了异世界 应该是他把我救回来的这种感觉 看吧 他真是真的生气 因为听他的语气能听出来的 虽然都是骂人的话 也能听完是真骂人还是假骂人 啊 明花糖同学 状况呢我搞不太清楚啊 我眼睛也看不太清 总之是你救了我吗 啊 啊 确实 那刚才可能是有生命危险的 对对不起 不过谢谢你啊 啊 明花糖同学挺懂这些事的啊 说怎么样他同学转过身自己就走掉了 可爱哥 他在干什么 不是曼玉在干什么 怎么这个声音啊 你掉马桶里了 啊 我靠这嗓子好大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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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这一位 我靠这一位 你死了 我靠这一位 我靠这一位 你死了 哈哈哈哈 他是害怕是吧 他担心啊 啊 不知道 反正这个反应很有趣 对不起 还是担心了 但是所幸的我平安回来了 刚才看见的是 不对 明花糖同学到底是荷王山上 对啊 他为什么能把我救出来呢 那 不是 鲁鱼哥没看到啊 后来我忙于安抚泪眼旺旺旺的社长 静静的活动到此结束 好危险啊 差点 咱们人就没了 啊 今天放暑假了 我们要出去玩了 要去庆典 走 走走 感觉好紧张啊 人呢 现在是约好在这里见面的吧 哦 他穿着和服来的 哎 明花糖同学 你来了 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没有没有 没有摆回去脸 每天鞋子舔的真是直了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住手 不要让我想起了这件事好不好 话说 人果然很多啊 你感觉还好吗 好好好 带你吃东西是吧 你看看我就知道 你太好了 懂了吧 你都那么饿吗 走 咱马上就走 说到吃了就乖起来了 他这里有声音的啊 但是被音乐给盖过去了 我调一下声音啊 好吃是吧 四处都是好吃的 你很开心吧 你对吃的就那么温柔 对我就不那么温柔 是吧 对不起对不起 是不是觉得没穿校服的银花团同学很新奇 我看呆了 狠狠 无力反驳 无力反驳 我可不是狠狠哦 真的 哈哈哈哈 他俩就已经开始祖服关系了是吧 啊 这是暴兵啊 那等我一下啊 来 就等了 只有威猛厚生味 吃吗 威猛厚生味是什么味啊 为什么 为什么骂我 你说这说那的字不还是吃了吗 嗯 好不好吃啊 威猛厚生味 哎 这个有骰树啊 哈哈哈 把那舌头吃蓝了 所以这个威猛厚生味 他这里面加了什么料是蓝色的呀 没 像我小时候咱们吃的那种糖一样 他把那个舌头给染色了 哈哈 舌头整个都变蓝了 鲍饼很凉 你慢点吃吧 嗯 受什么气嘛 都跟你说了嘛 来 在这边慢慢休息一下 所以把刚刚打把营的烟花放掉好了 那边还有片工具啊 这个月亮 这个月亮好可爱 哈哈 你不看这个月亮 他有笑脸 哈哈哈 给你 献香烟花 你知道怎么放吗 两人放烟花 轻点 放烟花 是小的醉该慢死 不是 万一烫着了多疼啊 小心不要点到袖子 放那种小痴花啊 确实都会把衣服给点着 就有那种小洞洞啊 我小时候玩的时候 坏了好几件衣服呢 能行吗 我帮你点火吧 于是我把自己的和 苗花糖同学的烟花 一起给点着了 苗花糖同学 你来跟我比比吧 看谁的烟花烧得更久吧 你这个烟花是什么烟花呀 你这个烟花那么长呢 能烧这么久 你这前面一大串都搞不懂 是不是输字了 我可绝对不能输啊 奇怪的这个胜负欲这时候来了 啊 虽然今天很忙碌啊 但也感觉就是弹指一挥街 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啊 平时总是穿的跟我一样的校服 张口就恶语伤了 棉花糖同学 竟然会身披御医 跟我一起逛庆典 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在做梦 我铁定是身心不移的 哎别说万一真是梦呢 而这段时光就要结束了 感觉好入寞啊 那主角还是蛮开心的 嗯 那一刻很快会到来 啊 怎么了 哦他的烟花掉了是吧 我赢了 耶 耶 你太弱了你 还没开心多久 我的烟花也掉了 留给我的只有月光 哎这句话我觉得好好有意境啊 我的身边在那就只剩下了月光 啊 咦 棉花糖同学 人呢 跑哪去了呀 我叫你呢 我向周围呼唤着 却没有丝毫的回忆 地上只留下棉花糖同学 放完的烟花的痕迹 那就是他刚刚存在于此的唯一证明 啊 结束了 给你找啊 好了 家人都去旅游了 二五碎个头被忘在屋里了 做什么呢 去公园 公园的话会遇到棉花糖 好热呀 等到了公园 我一定要玩水 棉花糖同学 原来你可以自己出门啊 你这 主要这句话其实有点气人的 原来你自己可以出门 有点瞧不起棉花糖了 而且这是你自己的衣服吗 对对不起 他说回来居然在公园碰见你 好巧啊 你也来散步吗 你说你拿什么 你越这么说我越想知道啊 别这么说嘛 你那个是猫罐头还有剪刀啊 棉花糖同学 就算他看起来再诱人 那是给猫吃的 人吃不了的呀 啊 你你要去哪儿啊 棉花糖同学 钻技的头头怎么办 啊 追上去 追到 棉花糖 奇怪 哎 哎 我还以为游戏营销出问题了 当然真的有小猫叫吗 这个叫啥原来是小猫叫啊 我玩了这么久 原来是小猫叫你告诉我啊 牛 什么 是牛 这到底是个什么什么 这是爆猫吗 什么 虽然不是牛也不是猫 啊 是狗 哈哈 我愣着没看出来 这狗的腿啊被铁丝缠住了 所以动不了好可怜啊 牛肉 想吃牛肉 你看着他还想说想吃牛肉 所以棉花糖同学举起手中的剪刀啊 想要剪断残在狗腿上的铁丝 但是那把剪刀呢 剪不断这坚硬的铁丝 只让狗呢 看起来更痛苦了 那这个狗要是放着不管 他可能会衰弱而死 存打 嗯 你们喜欢关我屁事啊 关我屁事 就结束了 我以为会有什么展开呢 那带回家里 把他带回我家吧 我家离这里不远 印象中好像还是有老虎钱的 铁丝同学你也来吗 我家里现在没有人 你帮我来一起剪铁丝吧 哦 他答应了 他没有骂我 我抱着受伤的狗啊 然后和铁丝同学呢 一起快步赶回家 嗯 这应该是处理好了 我用老虎钱剪断了铁丝啊 消毒的伤口 我为他吃了明花腾同学手中的这个 金枪鱼罐头 突然这狗呢 还走不了路 看起来精神多了 又在舔我和明花腾同学的手 太好了 明花腾同学 这条小狗呢 精神多了 我用伪君子了呗 我都帮忙帮了这么多 我还有伪君子啊 哈哈 你们是多亏了我才得救的 你的嘴巴还是这么坏呢 我们这脾气也太好了 什么 你居然说谢谢我 你再说一次好不好 我录下来 原来你除了骂人还没说别的呀 了不起 进步 人类的可能性啊 他这里一定是害少了 傲娇了吧 嗨 对对不起 嗯 那咱们就把这条小狗放回森林里去吧 太阳会落山了 你要早点回家嘛 啊 外面好像下雨了呀 这里还可以穿个档啊 可以挽留他 也可以接大婶 挽留他 啊 棉花糖同学 我家人今天不会回来 你不建议的话 雨天之前就在我家 聊聊天吧 啊 我没有什么歹念啊 嗯 别别那样怀疑的看着我呀 你不相信我的话 那就不强留你了 他想了一下什么 他来到我旁边坐下 开始抚摸我膝盖上的小狗 哇 棉花糖同学 也太近了吧 不过我此时慌张 只会更上变态啊 所以我努力忍住啊 感觉酸心跳得也很快啊 但摸狗的棉花糖同学 太可爱了吧 让人不禁姨母笑了起来 所以我放下了心 一时也迷糊了起来 这一直是如何迷糊的 我不懂 你就睡着了吗 你就睡着了呀 啊 醒来时天都黑透了 棉花糖同学和小狗都不见了 啊 他们俩走了 抱歉一下吧 我们读一下党啊 然后我这边借他伞 你别感冒了呀 他不要 他抱着狗就走了 嗯 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Happy 啊就结束了 那我再读之前的党 还有学校没有看完呢 去便利店 这个没选过 我去便利店了一趟 棉花糖同学 你在这里看着小狗啊 说着我就走了 可是到便利店才想起来 我今天出门又没有带钱包 没办法 只好先回去 找棉花糖同学和小狗 我这事办的真是 嗯 我回去的时候 既没有听到狗的叫声 也感知不到 棉花糖同学的气息 地上只有一具 陈旧的动物尸体 他早已开始腐烂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个毛团 但后来我意识到 他就是那条狗啊 啊 陈旧的动物尸体啊 我去便利店才花了十来分钟 为什么看起来像过去好几天啊 啊 灵异时间啊 而且附近 丝毫没有棉花糖同学来过的痕迹 太奇怪了吧 十几分钟之前啊 那条狗看起来很屈弱 但还是活得好好的呀 棉花糖同学 则在旁边担忧地看着他来着 我刚刚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哇 我这 看毛立起来了 这恐怖啦 呃 我们不在这保存啊 我们读刚才那个档 然后继续往下推啊 去社团 今天又可以去社团了 啊 我来啦 学长 今天调查第三个不可思议 屋顶跳楼的人吗 为啥都有独自去啊 上次都发生那种情况了 更不应该独自去了呀 具体有什么线索呢 就在这种时候嘛 啊 啊 我屋顶上的那个影子 就是这个女学生吧 她的灵魂 啊 不过既然没有惹出问题 那不就不需要解决吗 对呀 我去实际调查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吧 啊 唉 我也是 这个女孩 如果能升天的话 是最好的啊 说到底啊 你 你 鲁鱼哥你还是得陪我去啊 嗯 嗯 前回的事也有 也有 也有什么 也有什么 就来报告 哼哼 你现在不管说什么 我都会觉得 是你怂了 你不陪我去 你怂了 我知道了啦 其实我也害怕恐怖的东西 但想想 能亲眼见到离奇的灵异现象 还是会有点期待的呀 今天又跑来灵魂 也是因为人才赢他 总之先去调查一下好了 来到了校庭啊 先抬头找着找传说中的那个屋顶 这需要真的好待啊 是哪栋楼的屋顶呢 跟社长借了一台相机啊 先给看着像屋顶的地方都拍个照好了 在这里一直等着太阳落山吗 等好久啊 太阳落山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相机也没有拍到啥有用的 啊 都这个点了 社团活动时间都结束了呀 给你回去 跟社长报告吧 不要久留 不要久留 嗯 刚才有人往教学楼里走诶 一个备友是边花堂同学吗 这个时间还留在学校 其实他也加了社团吧 那我们追上去看看啊 难道碰见他 那我就叫叫他吧 苗堂同学 诶 人跑哪去了 跑楼梯的声音是这边吗 跑挺快 人这 诶 苗堂同学 总是追上你了 都这个时间了 你来这里 干什么呀 学校都关门了 我今天跑来顶城干什么 不顶 平时锁子门不让进的呀 不是 不是 这个灵异设 不是 你让我进的吗 对 啊 让我滚 等一下 诶 上屋顶怎么没有锁 迷花堂同学 跑来这里被老师看起来不会挨骂吗 真的可以随便进去啊 哎呀不管了 咋地吧 我也进来了 哈哈 哦 好美啊 这一幕 哇天空真美 今天天空原来这么美啊 在学校的屋顶上 看格外有味道啊 就算哎老师骂 来这一趟也值了 你还是这么难相处呢 不过我就是喜欢你 我怎么都说出来这句话呢 我说不出来 反正 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来 啊对不起 嗯 刚才那句话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做朋友 虽然你每次都叫我不要再去灵异社了 可是其实是因为总能见到你啊 我才一次次去成家社团活动的 这倒是实话 确实想见到棉花糖 走这条线路的话 只能来撤传 好 我安静 嗯不要这样啊 不要这样骂呀 啊我也可以给你一起看天空吗 谢谢 你怎么理解的 他骂你骂你骂了那么多 然后你突然来一句这个 最近我开始想 那可能其实很温柔吧 嗯 我到时候都明白 组绝这个思维啊 苗花糖不太会表达自己 拒绝于切 丝毫不打算接纳别人的他 说话何止 口吐芬芳 简直是口吐流连 怪扎人的 可我却仍然被他吸引 一定是因为 他虽然不擅长表达 但却在尽力的温柔待我 体谅我的心情 当然也可能只是我的错觉吧 对了 为什么我必须要加入灵异社呢 那天在那里 我所见到的一切又是什么呢 啊 能给我答案吗 苗花糖同学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知道 这里流淌着很多时光 我有疑问 可是却没有问出口 没有问出口啊 你问啊 因为 我现在最该做的事情 是欣赏月光下的苗花糖同学 哦不 是欣赏天幕之下的月光美景才对 啊 我得回去跟社长报告来着 抱歉了 苗花糖同学 我先告辞了呀 好 我回去会洗澡的 谢谢你了 拜拜 诶 那货都不在世了 谁不在世了 他说的是我们要来调查屋顶的那个人吗 还是说社长 哦 我反应过来了 这是平花糖对着那个屋顶的女学生说的 内货都不在世了 内货指的应该是这个女学生二十年前就告白的男生之类的 让这个女学生这个鬼 让他放弃啊 可能是这个意思 继续 再次可以去社团 来 社团 见鬼是什么好日子吗 你好我来啦 已经过去半年了呀 习惯了 调查不可思议事件很好玩嘛 多亏的名点啊 我交到了很可爱的朋友 指的是谁 苗花糖 是 梅花糖同学 他的性格很别扭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 对了 今天要查的是第四个不可思议吗 泡在一楼 富尔玛尼平里的生物哥们会发出声音 这个感觉会很有趣啊 хорош 发学准备事 那我怎么进去 至于 哦,不愧是射场,这都能给你搞来 这就是人脉关系吗 你就不能陪我一起去,你帮我忘风啊 这样啊,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里就是一楼的科学教室,我很想进到准备室里看看 可是只能从科学教室进去啊 那现在科学社就在里面活动,因为进不去 只能等到他们解散了 啊,那是 啊 米花糖 米花糖同学,真是经常在放园之后能见到你啊 那我去哪儿,我去月桥 哦,米花糖同学,你知道这个学院的其大不可思议吧 我现在在调查科学教室里能听到生物,深吟声的传闻啊 就,感觉你应该是很懂之类的,确实,每次都会遇到你 虽然你总叫我少跟你接触啊,可是我真的是很好奇啊 这一路查下去啊,最后究竟会查到什么呀 所以,来跟我一起查吧 而且,林严的社长很想见见你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错,我的错 啊,我知道米花糖同学讨厌人机交往,所以就猜到你会这么说的 啊,米花糖同学,你去的那边是已经汽用到二号科学教室了 对啊,从二号教室进准备试的话 就不会被科学社的人撞见了嘛 天才,我们怎么没想到啊,我们太笨了吧 嗯,准备试里,好黑,什么都看不见 还有一股试气味,有点怕怕 好像也没听见什么声音什么 四周很昏暗,看不清东西 但是摆了福尔玛林,标本屏的架子上接了一次白白的灰 标本有好多种啊 对了,米花糖同学,既然你跟我一起进来了 也就是说你愿意帮我一起查哦 啊,你感觉到了什么吗,这里风水泡 什么意思 什么想起来什么 哎,有脚不整 怎么办 有人从这边过来了,发现话会被挨骂呢,怎么办啊 我们躲进的储物柜怎么样 哎,咱们躲起来躲起来 啊,我急忙抓过他的手臂,拉着他躲进附近不知是工具柜还是储物柜的空间里 啊,好小啊,他好小啊 抱歉,我知道很简,你稍微忍耐一下 那种跟宠物一样 我和米花糖同学对上了视线 不知为何,我忽然有种自己正在偷吃进国的感觉 虽然这个姿势是无可奈何 可我跟米花糖同学贴的这么紧 而且几乎抱在一起,真的可以吗 不会被他骂死吗,他是不是很抗拒啊 这么一看,感觉米花糖同学小小的 就像小动物一样,那方盯着我看着大眼睛,纯真又无邪,眼睛确实很大 我很想相信自己现在砰砰直跳的心脏 是因为老师走进了准备去查看情况 老师是谁,不会是黄川吧 老师丝毫没有注意到躲在厨柜里的我俩 而是在药品架那里翻走他需要的东西 我和米花糖同学没有交谈,只是静静的等着老师离开 老师好像走了,咱俩快出去吧 啊,为啥不出去 啊,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直男,我直男过敏来了 我这鸡皮疙瘩了 你要干嘛 啊,不要这样 啊,不要这样 啊,我不明白他所说的在以下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不确定老师真的走了,想再观察一下情况吗 还是说他因为想和我多待一会呢 不管是那种情况,反正刚才就是那种拉住我,再抱一会的那种感觉 我,我,啊 啊,啊 可我莫名觉得我不能去问他具体的意义 最终没有开口 等我回过神来,老师早就走了 然后他同学也摸我的钻出了橱柜 让他留在我身上的余纹 还有丝绸化学药剂的独特气味 让我的心境变得很奇妙 我为什么想接一句 米奇妙妙屋 欢迎来到米奇妙妙屋 就这样,那天的调查呢,最终以无事发生 结束了 这里我们自己选择出去吧,不躲柜子 会怎么样呢 赶紧出去吧,有人来了会被发现的 虽然四周很暗看不清,但是脚边好像有个纸箱 邦机 哎呀,被发现了 对对对不起 马上出去 快走吧 哎,奇怪 明花堂同学呢 你看这里就我又变成一个人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到这里 差不多已经猜出来了吧 这明花堂那是鬼吧 这就每次就变成我一个人 然后他又没了 然后每次不可思议事件 他又能和鬼说话 原先还想说他是不是一个什么 开了那种鬼眼的那种 对吧,灵异大师的存在 现在没看的很像是灵魂啊 对吧 不不不是,我是灵异研究社的 后来老师和社长都狠狠骂了我一顿啊 就像我一个人逃走了 我们读刚才那个选项啊 好了啊 万圣奇 哎,不给糖就捣蛋 找棉花糖 你敢找棉花糖搞这个游戏的呀 祖军 是不是活腻歪了 也都是骂死我 啊 去给棉花糖同学奉上贡品吧 哦,不是管他要糖 是我们给他糖 好 那也说得通 哎,他平时应该都在这儿的呀 他跑哪儿去了呀 嗯 嗯,在这儿呢 哎呀,你今天在这儿呢 不给糖就捣蛋 所以你还是要糖的呀 祖军 哎,你要去哪儿 那边是科学教室哎 苗花糖同学跑到话 就准备事理去了 怎么办 随意上去哦 啊 化学怎么是 还是一样又暗又吓人 这里的空气好像比之前更加沉闷了 为什么棉花糖同学又领我来这儿呢 还笑嘞 哇,棉花糖同学 他小小的手 紧紧抓着我的食指还有中指 拉我往前走 居然做出了这么大大的行为 人家会心动耶 哼 你,你带我来这么披静的地方 你想对我做什么呀 咋呀 感觉他的手冷得像冰尼一样 虽然上次跟他一起躲进这里的桌柜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的手很冰了 可是这一次 尽量捏住我手指的小巧的可爱的手 可能就跟平常不太一样 啊 谁是鬼吗 你看这里都这样子 他扭曲了他这个立会 他很中意我 他喜欢我嘛 你真的是田水棉花糖同学吗 我没有认错吧 棉花糖同学 你今天竟然没有说难听的话 哎,他这条线路 怎么和其他线路不一样的呀 棉花糖同学 上课链快响了 我,我要先走了 走 啊 这一阵恐怖游戏啦 兄弟们 他不但不是棉花糖同学 他更不是人